因為我講過蝴蝶他每個時間都有天敵 都有敵人 那這個時間的天敵是一種風 這種風長得很奇怪 那個腳彎彎的 有人叫出腿小風 有人叫蛙腿小風 他專門寄生這個泳 就是說在這個泳上面殘暖 殘暖之後那個幼蟲就鑽進去 把這個泳吃光光 所以他為了防衛那個天敵 天敵一過來 他不用配在上面 他在靠近有震動之後 他感覺到他就開始爽 他就開始爽 他在風裡就爽 但是再怎麼爽 最後還是會累 這事本只要被找到通常是活不了 所以一隻蝴蝶的人 現在也會看到蝴蝶 你看到一隻蝴蝶 他已經有幾十隻或幾百隻 就是在陣檔中 如果他覺得蝴蝶的人 不然它是起死人 你也會發生了 因為他在某個就是 他最快的就是 他就有什麼 他就像蝴蝶的人 他自然蝴蝶的人 那個都可以 那是蝴蝶的人 他就像蝴蝶的人 他就像蝴蝶的人 也會成功 接著 對,這個燒在那裡 那裡面的酥味又乾的,非常有危險 那你小熊都不吃啊 這個是吃這個的 這個是吃這個的,它變成這樣 這是另外一種形態的 因為它也能在裡面進行發育 那它變成豬味的,就好想 那裡面還要吃 那裡面還要吃啊 那裡面有很多人,你會看這張的照片 這叫做馬 應該要再吃這個 這就是馬 這就是讓 都市街也最多看到 現在這麼漂亮 這到處都有 這就是 這裏非常多 這裏非常多 這裏非常好玩 它光了長這個樣子 我們在長的三條線 在這裏也已經被叫做單在夾間 所以我們在解釋的時候 看到正直的時候 就是單在夾間 那裡面三條線 就是一個單在夾間 所以我們在解釋的時候 看到正直的時候 斷裡的人 就是在柴子裡 有些人 就是一條線 那裡有些人 就是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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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些人 就是一條線 所以我 third 就是一條線 就是這麼好 陰性 就是一條線 他講說為什麼蝴蝶會從日本飛到台灣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會飛那麼 一定有靠船吧 你把蝴蝶想得太... 怎麼可能有可能飛 當然不是完全靠他自己本身的力量 你知道嗎 在台灣這裡齁 其實你如果常常看氣象你就會知道齁 在台灣夏天的時候 他會吹西蘭風 就是說從蝴蜜冰那個方向往上吹 叫西蘭風 那這個季節我們就常聽到講 那個什麼什麼冷氣團又過來了 那冷氣團邊你就會吹風 那吹的就是東北季風 那日本剛剛有在我們東北邊 所以夏天的時候五六夜的時候 就是有這邊的風 往日本的方向吹 經過台灣往日本 那這蝴蝶那個蝴蝶叫大堅斑蝶 大堅斑蝶他齁 他其實他不太會飛 海那麼強他怎麼可能 你就是給他封在 光是翅膀都會痠死 這種 蝴蝶齁翅膀齁他很大 他這種斑蝶飛齁 你看斑蝶飛是 他根本不飛 他大部分都是用滑翔的 所以你要抓他的時候他才會飛一下 他其實齁就是說 因為這種蝴蝶齁